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戴马sir 我是芒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要讲一讲 是《世界时事多合一》第一宗 这宗新闻都惊动了西梅 因为出事的男事主 他就来自一个国家叫以色列 而且很特别 这个是以色列的演员 女的也是在东南亚的名模 也是一位选美王后 但是真的一个小小的想着聚会 他一有两名,病都没了 这位27岁的名模 兼是福利宾的选美王后 诺佩茲和37岁以色列籍的演员男友 被发现陈思瑜沙石墙 有媒体说他全身都密封痘 密封带子、连子的 那就是被人拉低了 连英国媒体的《太阳报》也有报 其实这位诺佩茲和男友 伊萨克就从家里开车到福利宾 塔拉克的一个叫卡帕斯市讨论 房地产交易 第二天他们报车 就被发现在郊区那里着火 两人就不见了 之后警方就收到一名善人提供的线索 善人说我受命于BBQ的车 有东西的话麻烦你们就向 卡帕斯市方向一处杂草虫的沙石墙 荒废了,那你自己找吧 警方就发现他们 已经是没了 并且埋在一个临时挖开的坑里面 并且用一些土石盖住的 两个人都被胖了很多东西 目前四个人被捕 两个人是警察 又是警察 为什么是这样 但是这些媒体说他之前被人解雇了 不过最搞笑的就是 原来这对家伙 都曾经联络过一名警察 叫做Michael Michael Angelo Grayan 这个警察就是引他们去说要谈土地买卖的事宜 两名前警察 但是另外那位是现役警察 那位是现役警察 那究竟是怎样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们说过 他们的警察 我不是说全部 但是究竟是否这么可信呢 包括之前菲律宾人治事件那位都是前警察 现在有两名前警察 和一位现役的警察 是做中间人叫他们去 说土地买卖事宜 是不是在路途上 他被什么人脱离了 扔下他们呢 那就是这位Michael的人 就相当大可疑了 原来 这位女事主的妹妹 她就在事发前 曾经说 不如这样 就去 卡帕斯市 和Michael见过面 约过会 交易 而这位男事主 避害人的弟弟就说 其实他们不是想购买土地 而是为了取得土地契约 那是为了取得土地契约 那是为了取得土地契约 应该是买了之后取得土地契约 或者是 看看那份药 男事主的遗体已经返回以色列 至于 他们被人扔下的原因 菲律宾的国家警察局 亦已经有明确的 是线索 谁是幕后主佬 不过仍然调查当中不谈细节 究竟是否这个Michael叫他们去 之后是找人扑他们 而且扑他们的 就两名是前警察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假的 警匪一家一亲我很害怕 当然过去几天 其实菲律宾和中国亦有相关的合作 拘捕人士遣返回中国 虽然菲律宾警方 他是不是也有罪役 我觉得因为惊动到两国关系 他怎样都会做些事 另外 很搞笑 这个西媒说到杀有介事 因为菲律宾有个市长 是班班市的市长 他就叫Alice Gaw 普通话 他说 他 很可疑 原来 菲律宾参议院 已经是 下令逮捕这位来自班班市的华裔市长 Alice Gaw 原因是他拒绝出席 调查他的涉嫌 是中国犯罪集团来往的听证会 可以拒绝的吗 可以拒绝的吗 这件案件 在菲律宾和中国关系紧张之后引起了菲律宾全国的关注 说到杀有介事 其实中国是有报的 中国是有报的 有新闻的 他意思是 是否你中国间谍 如果是 你应该有正有据 但你没有 就算他做错又如何 这个是 你记住 这个是 这个Alice Gaw的个人行为 每个国家都是坏人 是不是 当然 现在他们就说到 这个人兄 这位女子 她的名字是普通话的 拼音 是不是你老共派来的人 大陆是报这单身 这是出生论 对 美国之音有报 美国之音有报 当然有些网友也是这样说 这个肯定老共派过去 他们口中说的老共 就是共产党 当然 Alice Gaw原来她的中文名 就叫做 郭华平 菲律宾的使馆 就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 就没有说任何东西 因为可能在调查她的身份 原来郭华平否认和犯罪团伙有关 并且说她是生土长的菲律宾公民 她写信给 参议院 就说她是被恶意指控的 她的律师团队 原来已经在星期三 最高 法院的请求 已经在最高法院的请求 撤销对她的 出席的命令 小马赫斯就说 没有人认识她 我们想知道她来自哪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和移民局一起调查这件事 因为她的身份传疑 说真的 菲律宾有银 其实买个身份就这么难 我相信 就是我的推测 不代表本台立场 应该她 不知道哪叉 买了菲律宾的身份 之后 搞搞搞搞搞到上位 做到市长 几事就是这样 其实郭华平这件事 发生的时候 中非关系差 几水格 这个 美国之音就说得好像杀有介事 是不是派人来 因为两个国家对南海的 这个主权都有申索 互不相让 那关这件事什么事 我想问一下 我看不到有什么关事 真的看不到 其实中国的媒体也有说 这个郭华平的事 当然事馆就没有说一切 因为在调查中 原来菲律宾 政府对于斑斑市内的 网络薄彩公司进行了突击 亦都是揭露了这些公司背后 可能隐藏的犯罪的网络 市长 受到相关的调查 随着中非关系 合作深化 针对离岸薄彩 当中的犯罪行为 其实大家都是要打击 不断加大力度 给在菲律宾的华人社区 带来了希望 有当地华人也说 期望在中方的推动下 菲律宾的警察能够更有效地打击犯罪 将无事法律 危害人命的 犯罪分子承之于法 为受害者带来正义 但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当然不敢说 刚才好像那几样东西 有没有 如果要整顿的话 警队方面也要搞一搞 一向都说整 一向都说整 最新一单就有人涉及了 对了 所以说整不知怎样整呢 不知怎样整呢 这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都可以说是好消息 大灰虹 被称为普京小弟的大灰虹 当然新型 他就比普京大多了 大灰虹 记得之前不是说 要通过白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境内的 俄军 原来 劳卡申科就说 乌克兰方面已经从 是 白乌 不是乌白 白色和黑色 白乌边境地区全面撤出 之前部署在那里武装部队和增援部队 目前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是没有 任何复杂的局势 劳卡申科也都强调 他已经下令 将临时部署在南部边境的白俄罗斯 部队撤回常驻地 避免有任何不必要的行动 劳卡申科也已经下令 将临时部队在 南部边境城市 那里回到常驻地 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局势升级 究竟普京叫他这样做 应该就不关事 现在都没什么必要用他进入乌克兰 白俄罗斯国防部长也有说 他就强调这项任务 其实就是 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 紧张局势的消除 和乌克兰 方面 撤军后达成 之前 白俄罗斯就调动 边境部队以及第56 防空飞弹团 这些陆军部队是加强边境的安全 在乌克兰问题上 虽然 对话是 避免升级的 但是看来 俄罗斯就未有这样做 但是白俄罗斯 也算是 做多一步 我退了 你也应该退 对的 努卡申科 他也说 在乌克兰问题上 我们需要对话避免局势升级 俄罗斯 愿意 他代普京大帝说 也不知道是否普京叫他说 他说俄罗斯肯的 我也相信是肯的 但是看看什么条件 如果你一来就 你先走了 撤军 他肯定不肯 是吧 大家都一样 好像 普京 他不肯撤军 乌克兰 也会继续战斗下去 也会继续战斗下去 因为自己国土而战斗 努卡申科也到目前为止 从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可以看到 在北约推导之下 乌克兰还会继续战斗 努卡申科 将会近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会面 讨论这些问题 又是这样 其实挺过瘾 因为努卡申科 经常见普京还要见 这么前面 另外 之前说过 F-16战机 布林肯说的 今年夏天 林志永首歌叫今年夏天 就是会部署乌克来就会见到 亦都说过乌方就是要F-16 不要瑞典的 C就战机 有些叫就斯 不要紧 一种是 神话的动物 瑞典外交部长也说 F-16计划完成之后 要完成 就到我们 瑞典出战 他出战 不是出战 就是制出了 宙斯战斗击 当然 决定权就是 因为当时也说 乌克兰就不是很想要 因为他 不可以一下子养得那么多 也不够駕駛 主要就是不够駕駛 钱的话 他可能叫西方先拿着 原来 他们也评估过 发现宙斯 其实比F-16更加 适合 为什么呢 因为 他们需要的跑道 短一点都可以 亦有公路的起飞能力 是 简变式的后近 航电和雷达 亦不信于F-16 不过 因为当时未加入北约 受制于中立国的原则 不可以提供 现在加入了 而F-16的数量 更多和更便宜 所以乌克兰仍然是以F-16为主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 其实乌军 已经 他们的飞行员F-16 的培训差不多完成 乌克兰开始考虑下一阶段空军重建工作 而且 瑞典已经加入北约了 所以这个宗斯JAS-39 亦都成为了 可以缓污的装备 瑞典的国防部长亦都说 我们 亦都跟其他合作的盟友说 除了F-16之外 我们都可以提供 他们的宗斯战机 但是这就不意味着 什么都给了 数量不知道 应该不多 几乎预计就从 在荷兰丹麦和比利时尼和威 接收最少79架F-16战机 其中荷兰丹麦 批斥比较早 而且使用乌克兰 而且给乌克兰全部使用权 可以打击到俄国境内 我看到有些人说 战争局势可以扭转也不可能 美国 这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 不可能 只是 为他将来防御做准备 当然 挪威和比利时 什么时候给到他呢 不知道 可能是2028年 多久 不知道扭转什么 说得这么大 现在就靠 荷兰劳和丹麦 当然 他说夏天有 不是全部79架 记住不是全部79架 5月下旬 瑞典也宣布 价值13亿美元的最大援助 包括 是有个 白眼巨人空中预警机 就可以令到即将到来的F16 获得更加完整的防空作战能力 当然 究竟是否会影响两国关系 我指两国关系是瑞典和俄罗斯 其实 这个加入了北日俄罗斯 已经是生气了 但是 你的实质行动暂时就没有多少 你也要看他怎样用 你说是不是F16 可以劲得令俄罗斯投降 应该也没什么可能 你之前说的那些 其他之前说的那些都说得很劲 凯马斯曾经有一段时间挺好的 几劲 但是 都是不行 它是有办法破到你 或者令到你的 是 凯马斯就令到你命中力是变低 其他军备 有些就避倒你 有些就毁了你 也不奇怪 好 这个就是 第二侧诗文 最后侧诗文 就要讲一下 潮仙 潮仙 当然了 经常就 亂射 其实都不能说亂射 我相信 都是有计划过 射歪一点 如果不是都是大蜜祸 是吧 如果不是大蜜祸 最新的冲突是什么 也是气球战 又是气球战 脱北者 还有其他人士 就说 飘点气球 有位脱北者叫做 嫖尚学 他就说 我们 要令到气球可以 飞到 距离南北 朝鲜边界 250英里外的城市 想着 富换朝鲜人 反金正恩 这件事我认为 这件事都很大 脱北者当然很恨 是今世皇朝 亦都令到他们 很多亲友没了 都不出奇 但是你的气球 会否真的 飞到那么远呢 另外南韩 亦都是在 5月份开始 出现不尋常景象 巨大白色气球 就挂着 是朝鲜的垃圾 甚至有瓷 有些更加是包含着 那些很臭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腐蚀蚀蚀蚀 好像许智峰 像是许智峰 但是 很低成本的 是的 其实他把垃圾 和骯髒东西扔进去 南韩军方发现后 就立即 吹 但很骯髒 原来也挺厉害 截止到5月底6月 他没有统计 已经有 260个部份气球 航程甚至超过1800英里 有一组攀带着透明胶袋的气球 散落在街道上 完整无缺 另一组 撞烂了当地的葡萄温室 很多气球直接 在人行道和街上 说如果是那些臭东西 就麻烦了 街上 街上和人行道 是生态的 没错 当然 朝鲜这样做 南韩也是有 应对的 第一件事就是警告 第二件事就是恢复相关的军演 应该是实弹演习 我相信 朝鲜 如果真的向南韩动手 美国亦是分身不下的 这是现实 开几条支线 有人在说开几条支线 怕什么 你不怕不代表别人不怕 是不是 经常说不怕这些台媒就是这样 另外南韩也警告朝鲜 他们的国防部警告朝鲜 如果朝鲜 是动用核的话 你们就面临政权 美国亦会帮你报复 但是 你很近 你也不要过 你也不要过 玩核 你玩核 原来南韩国防部 也是 对朝鲜国防省的发言人 就说 如果你敢动核的话 美韩同盟 就会发动 压制性的反制动作 令到你们今次政权灭亡 但是他很近 我强调一次 他很近 是不是这么容易灭亡 如果他很快地 射一些东西 其实你也很难逃 当然他有些防空系统的东西 但是 始终是近 流亡之 防空系统不是百分之百拦截 大家知道 其实 美国 亦都是之前 亦都是跟南韩 发了联合公报 那就将 是一样的 联合公报是什么呢 但是他说一些军事合作的东西 但是朝鲜就说 这样 你就是挑衅 你挑衅的姿态 表露无为 朝鲜 他未来 是否会加强 核诛事业力 不知道 但是 你说他有没有核武 他说没有 但是 他有没有能力制度 我觉得也有能力 我觉得 衰不远 但是 应该是不仲也衰不远 衰不坚也不远 没错 看回南韩的国防部长 如果你够胆 发动核战 挑衅你也不行 美韩两国 完全 是会 共同防御 会有反制措施 令到金氏王朝灭亡 美国和南韩领导人 在早几天 在北约峰会会面 亦发表了 韩美关于 是朝鲜半岛 的威胁 是 核威胁作战指南 联合声明 这个声明 将两个国家同盟关系的基础 从 上规武器升级到核武 并且 明文规定 无论是战时 还是和平的时代 美国核武器 都会协助 在执行 朝鲜半岛的任务 但是 如果他很快地 扶过来 你也是先赢了一张 是吧 都是理智的 我相信大家都是理智的 大家都是理智 我相信 好 这次先来到这里